市長 楊明山 楊明山災情嚴重 你今天會提早回去嗎 其實我們楊明山那個土石條 楊金公路有停斷 其實半夜就開始運作 今天早上6點30已經打工 不過到8點的時候他約我 因為土石又要來 所以他每在處理就是說 旅士要停以後他可以用比較徹底的處理 所以這樣 其實一個比較健全的政府 其實就是說不管長官在哪裡 所有的人員 底下的人員都能夠按照SOP自動自發的進行 這才是一個比較文明國家的一個做法